大家好,这里是最好和评讯书 今天我们轻松一课 我们说说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说这么一个话题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在中国范围之内 它有一些释放出来的信息 一直都是在中国这个国家 很多个热爱自由的人们 特别追逐的一个对象 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生活在中国的人 他信息被共产党封锁 所以他看不到真正有料的信息 看不到真正有价值的观点 所以他们经常就会蹭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有很多人定期就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去参加他们的节日的聚会 一个小的party什么的 大多数人他没这个机会 你必须要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 你才能进去 而且你进去了以后是有风险的 有很多个人在北京混的工资 他不值深浅 他跑到美国大使馆 或者跑到德国大使馆 去跟大使 或者是下面的一个外交官见个面合个影 结果回来就麻烦了 就被逮进去了 有很多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尤其是在北京混的 但是还有很多人他就经常会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比如说他的微信公号 比如说他的推特 是吧 不是推特 比如说他的微博 在下面去跟帖 去留言 参与到 通过互联网的形式 参与到美国 与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这种对话之中 所以有的时候 他构成一道风景 比如说美国大使馆发表了一个 关于中国干什么干什么的文章 完了以后一堆的九万个跟帖 全是骂共产党的 完了以后 你又不能删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公号 或者是删他的微博 要么就把它关闭掉 但是关闭都很少 就忍着 让你骂 就这样子的 因为你删他的微信公号 或者是微博的这个号的话 那就构成一个外交事件了 麻烦了 共产党了 他还想跟美国人 还想做做生意 还想骗点美国人的钱 这个是不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关于这个美国的中国大使馆 他在国内的 规信公号和和这个微博 一直都是热爱自由的中国人 过去立体的对象 那是他们那些有良知的 对自由有偏好的 这些中国人 所经常去的一个地方 是他们那个小小的一个俱乐部 是他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叫什么 叫桃花园 是他们一个小小的大学 你甚至可以这样说 我就认识好多好多人 他们经常跟美国 中国大使馆互动的 他们真的是很有见识 掌握了不少的信息 所以这个时候 我也是经常 有时候去学校讲课 我也跟有些学生 我是这么讲的 你出不了国没关系 你要去很多个 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在这个大使馆的官方的公号下面 或者官方的这个微博上面去看 首先你看他说什么内容 第二你看下面的中国老百姓的反应是什么 这样你会拓展你的视野 你会长见识 你会没有出过 甚至出国 你会住在一个村里面 能够感受到世界的政治 经济的信息的脉搏 是吧 这是个好方法 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显然不是这个 显然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在此时此刻的当下 在美国的国内政治一片黑暗的时候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推特上 他也有一个公号 他也有一个官方官推 你看看他们 这就是今天 就是刚刚大概起就是今天这个 北京时间应该就是下午吧 是吧 他们发了几个推 然后你看看 中国人就是曾经为为这个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站队 很爱他们 而且老是在帮他们说话的 为他们鼓语呼的 紧紧的团结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周围的 这么一群中国人说中文 尤其是说简体中国的人 他们是怎么突然掉转枪口 把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骂的是个狗血淋头 这个东西非常的有意思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田野调查 所以我赶紧 我说我们放轻松一点 我给大家念一念 那些说简体字的中国人 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官推下面 他们都说了什么 下午呢 他发了一个这个官推啊 叫做美国下一任总统 瞧拜登的简介 然后呢有一个念几个文章 然后就把仔细把这个拜登呢 就介绍一下 这个介绍什么不重要 我根本不看 我主要是看他中国的 说简体字的中国人怎么骂的啊 你真的是怒火冲天的 我告诉你啊 比如说这个人说 让美国再蒙再次羞辱 骗子和妓女都是中共的狗 祝他俩早日进地狱 这个他俩当然就是拜登和何锦丽了 然后还有一个人 第二个人说这个贴了一个标语 中国的那种红色的这个布做的那个标语 以布正当手段参选或者当选的 当选无效 这个话非常这个人很聪明 有一些在中国这么一个史坑国家 你以不正当的手段 以舞弊的手段 然后当选的啊或者参选的 那个结果是无效的 哎我看那个摩西煮酒说了嘛 你一个运动员如果出了兴奋 吃了兴奋剂 你如果被检测出来了 你过去的奖块都要取消的 你一个小孩一个我们小时候考试的时候 如果你有舞弊的老师是要把我从考场赶出去的 直接宣布我为零分的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在在中国这样的一个难透了的国家 都是可以得到基本的遵守的啊 但是在堂堂的这个美利坚和中国啊 比如说是自由的灯塔啊 比如说是民主的灯塔 哎哟真是狗屎一样的 所以我今天很生气 我说美国过去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We got in trust 是吧 我们相信上帝 in God we trust sorry in God we trust 现在世界 就是我们相信什么 我们相信驱诈 好吧 这是美国的最大的变化 真是无语 那第三个朋友说 能介绍一下这个拜登的家人吗 他儿子啊 做的生意好像比川总家 比川普家的这个生意做的还要大了 他生意是怎么来的呀 能给个明细吗 哎挺有意思啊 那第四个朋友说什么 啊说这个 这是官方对这个骗子的介绍 这个官方就是美国中国大使馆啊 这是官方对骗子的介绍 一个乱能的 对自己的孙女都进行诗文的一个家伙 一个对女人喜欢闻头发的家伙 一个10%的big guy啊 一个儿子吸毒乱能的 该一个家伙 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靠偷选票上台的一个坏蛋 总之就是个超级垃圾 把美国的脸都丢光了 对了 还是一个乌克兰的一个通缉犯呢 他敢去乌克兰吗 立马会被抓起来吧 你看很有意思啊 那第六个是什么呢 拜登号称是美国历史上得票率最高的总统 超过了8000万张选票 作为深受大多数美国人民支持的民选总统 为何其就职典里需要几万个军队驻扎华盛顿DC呢 还是说这8000万美国人民 都是子虚乌有的呢 美国总统竟然可以用作弊来偷窃 来获得作为美国纳税人供养的美国政府机构 你们也好 也好意思出来介绍小偷啊 这很有意思啊 还有说以后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可以改名了 就改成叫骗子驻中国大使馆了 很有意思啊 还有人说这个不好意思啊 世界人民以及中国人民对一个贼并不感兴趣 你看到没有啊 很有意思啊 这个 还有还有人说啊 说这个美国下一任总统 焦拜登简介 从政47年做过国会议员 做过副总统 一事无成 贪污腐化 中饱四郎啊 儿子恋童啊 勾结中俄物啊 巧许豪夺啊 在开始患有脑年痴呆症以后 让深层政府应推选为总统啊 靠作弊多位啊 还有一个 还有人说 看见川普在评论去鬼哭狼 好 我就放心了啊 很有意思啊 这个这个很多人 还有人说取冠啊 还有人说一样取冠 一次就说我不看你啊 这个叫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关推了啊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 就一会儿会儿 大概不到两个小时吧 你留言有几千个留言了啊 我们再看看他发的第二条推 这是什么呢 就是是介绍这个贺锦丽的啊 美国下院任总统贺锦丽的这个情况介绍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 这些中国的这些人是怎么 中国的这些曾经非常热爱这个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这些人是怎么说话的啊 我再说一遍啊 这些说简体字的中国人之所以在推上 还继续关注美国大使馆 他是来自于在中国国内 他们对他的热爱 他们对中国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那种情感的依赖 信息的依赖和这个价值的热爱 导致他们出了国 在这个推上面他也关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也希望从这里得到官方的消息是这样子的 是对他们的一份信任你知道吗 你一定要记住啊 你要了解这个前提 是那些说简体字的中国人非常相信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知道他们的信息 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所介绍出来的种种的动作 对他们都有鼓舞都有价值 这会儿他们开始这个介绍何锦丽了 是副总统 你看他们怎么骂 这些突然之间掉转枪口 骂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人是怎么骂的啊 第一个说流氓当总统啊 那妓女呢是当皇后啊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把这个弄虚当美国副总统丢不丢两啊 他能够做什么呢啊 第三个说小三啊 你懂的啊 其实大家都懂啊 很有意思啊 这个这个很多个有趣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说这个什么啊 我觉得这个何锦丽应该是下一任总统吧 那拜登那身体不行吧 这其实是个局吧 是吧 是这个意思啊 还有一个人那就比较客气一点啊 至少无法让人看出他具有世界一流 甚至第十强国的领导人的气质 那修养啊 文化啊 品格 遗传因素啊 也许美国自甘堕落吧 应该到了中小国家的水平了啊 否则不会选出这样的人的啊 很有意思啊 然后这个什么 因为美国能够用这种领导团队 管理他们的国家 这将击碎所有人心中的美国啊 真的是 然后这个人说难道女昌啊 美国这么不堪了吗 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对其他的国家说三道四啊 真的是 这个还有一个人就是很有意思啊 就是这个放了两个这个拜登曲线呢 一个是拜登自己竞选 11月3号的这个拜登曲线 第二个是佐治亚州两个议员竞选的 也是个拜登曲线呢啊 然后他就讲了一个 God bless America 哎呦很有意思啊 然后这个很多中国式的句子嘛 我说了说简体字的啊 这个人又说啊 晋州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乔主席 万事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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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州 乔主席的亲密战友 我们的贺福总统帅 啊 身体健康啊 勇敢健康 勇敢健康 啊 很有意思啊 所以用中国人的话讲 就是这个什么 焦拜登的是万岁啊 是不是啊 那贺锦丁的 那就是九千岁呗 很有意思 中国人说话啊 这个很有意思 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的情感 在最关键的时候 它是很真实的 真的是啊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 我说过的是一个很好的 田野调查的一个 一个案例啊 然后我来介绍一下贺锦丁吧 一个和已婚市长 培养好感情 做到的州检察长 一个有着丰富感染力的笑声 和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的 不知道你要说他 还是他 还是他的人 不要随便称呼他 要小心说错话了 然后这个下一个人说 美国的治安时刻来了吗 然后什么 还有人说 哎呀 贺锦丁还没有辞去参议员的职务呢 为什么呢 谁知道呢 然后有人马上就说 哎呀 这个贺锦丁应该是明天吧 就是1月16号辞职啊 为什么呢 因为上次拜登 做副总统的时候 也是10月6号辞职的啊 应该只是 这是有史以来 这个参议员辞职 副总统 当上副总统以后 参议员辞职最晚的日子 就1月16号 如果明天啊 贺锦丁如果还没有辞职的话 那说明有有有有有 有好戏看啊 很有意思 还有一个人说话就更难听了啊 那是加州三番是窑子出来的啊 一路睡上来的啊 劈腿劈劈来的啊 欢迎光临啊 劈开双腿 欢迎光临很有意思啊 这个很有意思啊 这个还有人说下任的副总统蓬佩奥好吗 滚创滚创单的小三人算个什么东西啊 算个叉叉叉呀 还有人说多米尼啊 投票机会没有选举吧 醒醒吧美国 然后说还有猪伟大领袭的亲密战友赫福统帅身体永远健康啊 还有人说他会笑死全世界的 美国的秘密武器啊 其他哪个国家首脑不听安排 就放他出来对准对方笑上三天三夜笑到秦来啊 灯塔从此带笑量啊 还有说赫书记先给党的投命状不要不仅要走共产主义的道路啊 关键是要走共产之道啊 另外请把这个副总统这个副这个区域去啊 真正的总统是贺锦尼而不是拜登啊 哎呀所以很有意思啊 这个这真的是一个 其实可以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一篇论文啊 真的就是我们这些说简体字的中国人 为什么我们之前那么热爱美国的中国大使馆 我们那么去依赖于他的信息 依赖于他的价值 依赖于他带给中国人民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我们啊以前呢是从来不知道这个雾霾的 是吧不知道雾霾这个词 更不知道什么PMPM2.5这个词 那是中国那是美国的中国大使馆 是是是他们发明的这个说了这个词 我们才开始有了一个新词 你说年纪大一点的 你什么时候知道什么叫PM2.5 你从来也没有知道什么叫雾霾 那雾霾这个词是因为美国中国大使馆 他使用了PM2.5这个词以后 然后呢相应的中国的去找到一个词 把雾和霾加起来就搞了一个雾霾 我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 我第一次去北京 我是90年代后期啊 完了以后那个时候北京的空气就很差 而且呢每年春天有雾霾 不是有这个沙尘暴 那个窗台上啊什么呢 这么一层灰啊 你想想空气能有多干净呢 都是都是很粗的磕泥漂浮的空城中 空气中很不舒服的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新词来描述这种现象 那多亏了是美国的中国大使馆 所以今天的中国后来有了PM2.5了嘛 那是美国人的贡献 你看美国对中国 美国人美国的中国大使馆 对中国有多大的影响力 从这么一件事情你又知道 就是我们这么一群人非常热爱 这样这样的一个机构 结果瞬间呢 我们就掉转枪口 把这个这个美国大使馆 骂了一头 骂的是狗血淋头 而直接取关呢 好多人至少有几百个人取关 说我再也不关注你们这帮垃圾了 让你们去嘚叨去这样吧 所以这就构成了一个现实 或者构成了一个趋势 那我基本上是怎么说呢 如果说拜登这个人他真的上台了 没几天了 按照这个美国中国大使馆的这个官推的话 他是肯定会当总统 贺锦丽肯定会肯定会当副总统 这就让人处理愤怒是吧 因为你就是你就是明显的作弊 然后你成为了一个总统 谁都谁都会搓火 我说过这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你只有那些臭公知 那些臭不要脸的货子 才动用一堆的所谓的理论 那个理论在解释这个现象 像我们这些没文化的人 我们就直接告诉他 你不需要跟我解释 一家具就是点二 这个一个运动员 你吃兴奋丽肯定会参加比赛就是不对 然后一个学生你考场上 你舞弊就是不对 就这么简单 你跟我扯门的妖娃子干嘛 哪也天下哪也那么复杂的事情 是不是 所以我就想如果说这个事情最后真的是 像美国的中国大使馆一样成为一个事实的话 那么我估计接下来美国人 将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不受欢迎的人 因为既然你总统都是这么上来的 那你美国人每个人都不值得信任 就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在全世界 不被其他国家人喜欢 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全世界的心象太垃圾了 所以人家判断你中国人是一群什么人 他他不了解你本人 比如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在国外生活的我相当懂礼貌 我相当守规矩 我开车从来不闯红灯 我开车我开车永远都是零为归 我都是绝对是我在路上 我都是特别乐意助人 我经常去帮别人 真的我不是说我是要表现自己 因为我真的有这种想法 人家一看我是个中国人 我怕别人看我不喜 那我就好好去做 我举止得体 谈吐文雅礼貌文明 你知道吗 然后还是一个特别爱乐意助人的人 人家迟早他会改变这一印象 知道吧 但是他为什么之前对我们就很不友好 很不客气 看不起我们 歧视我们 但是因为他们看不起共产党 看不起习包子 他们的邪恶政府 然后迁怒于我们 那美国以后也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的总统你的副总统 都是都是骗上去的 那你的公民一定会承受相应的代价 全世界的所有的真正有良知的人 都会不欢迎美国人 而美国的那些所谓的 这个什么超级大国的军队 以后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会被人吐口水 我告诉你啊 真的是 所以曾经的这个什么 人类自由的灯塔 将会变成人类屎坑的榜样 曾经的我们相信上帝 要变成我们相信的虚诈 人类社会将用美国 这个明显的作弊的事实 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 全人类的伦理滑坡 道德滑坡 我告诉你 甚至是溃败 然后用圣经的话讲是国要攻打国 民要攻打民 我跟你说 今后几十年 真的美国最大的这个节奏 最大的现实不是国攻打国 美国根本就没有时间 再去攻打别人 我跟你说 美国一定陷入一个长久的 民要攻打民的 这么一个内战的状态 让我们失望以待